可不可以跟我們談一下 為什麼三位開始想要寫詩呢 國中的時候 因為在班上有一些同學其實處得不大好 然後你知道自己那種年輕 小時候悶著的話就會想寫點東西 然後所以從那時候開始寫 雖然那時候發生一個很奇怪的事 因為有同學會惡作劇嘛 那時候就自己 我還記得一開始是自己寫了兩篇短文 在自己的筆記本裡面 結果竟然有一天在生起回來之後 竟然有人無聊到 把它隱映下來貼在別半的布告欄上 我想這到底是在幹什麼 就是在表我還是在幹什麼 沒有高動這樣子 就從那個時候開始 就開始自己會悶著頭寫東西 寫寫寫寫 那至於會是詩大概也會有 那個時候也有一點意義 是我不要讓人這麼容易的 知道我在講什麼 對因此也就這樣一路寫到現在 那當然後來很好玩的是 因為到大學的時候 遇到好幾個寫詩的 包括德勤 然後到研究所又遇到一些寫詩的 比如說哲涵 然後就這樣一路寫下來 覺得也得到很多 那哲涵呢 我大概是高中開始寫 其實原因可能就是比較龍捧跟巴拉 就是談戀愛嘛 後來就寫一些有的沒的 這是一個很好的動力啊 對啊就寫一些有的沒的 可是到後來大學 甚至研究所 就會其實會看很多 因為你自己有在寫就去看 對 那看一看之後就會發現說 其實創作這種東西有非常多不同的路數 所以到後來當然就不是只是寫那些 關於愛情相關的 你就會有很多自己的想法 帶入很多你自己的東西進去 所以到現在的話當然就繼續寫 然後但是已經跟之前寫作的那個初衷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看著寫詩其實沒有什麼特別 但我後來想一想 覺得看著寫詩可能是因為詞不答應 就是我們真的要表達一個意思的時候 你用普通的話講 你直接講它 你以為已經很直接了 對 可是反而沒有講出你真的感覺 詩才可以表達你的內心 有時候是這樣子 我們以為就是講那個字 我也以為愛就愛恨就恨 或是怎樣就怎樣 可是你發現講那個字 沒有到為什麼不是那個感覺 我講出來好像沒有 讓對方接受到我真正的感受 所以你就想辦法用文字怎麼弄弄弄 然後最後你發現 好像這個東西 可以適當的把你的感受傳達出去 那未未夫人相談是 我今天有一個疑問 想要請三位幫我解答 有 就是我真的看不懂某一些現代詩 既然這邊有三位詩人 我想要請你們分別朗誦一段你們的詩 然後告訴我們你們的詩到底在寫什麼 好不好 我們先請得慶開始 面對那些鐵窗 保全系統 高樓大廈 聖誕老人當然必須常常 慢跑 攀岩 高空彈跳 還得克服社交恐懼症 以免跳進客廳時 大家都還醒著 總不能只說聖誕快樂 而且小時候 小時候我們家 為什麼小時候我想不通 現在想起來覺得很奇怪 媽媽還會叫我打一個電話 我忘記有沒有號碼 打電話跟聖誕老人家說 我要什麼禮物 然後那可能是前幾天 我一起去百貨公司看的 對 隔天你就真的會看到 對 就覺得 這到底怎麼回事 當然後來有發現 不過那時候已經 其實我就發現了 都變不在意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 這件事情 然後 因為要寫這樣一個聖誕老人的 的詩 那時候就聖誕節 然後要寫一個聖誕老人的詩 好 那 我就想寫 因為其實 你長大以後 我想 到底誰還相信聖誕老人 沒有人真心相信吧 對 所以我就會覺得 好 我來寫一下 這個不被相信的聖誕老人 過著什麼樣的生活 所以就把它寫成一個孤單 然後有點衰的 攀岩 高空彈跳 但是 我覺得這樣有一個 有點可憐兮兮的形象 好像很可愛 好 我必須要承認 這是剛剛 這是我們之前在預習 這三本書的時候 我覺得我最看得懂的 一首詩 謝謝德青 給我很好的那個資訊息 哲涵 我知道你在書店工作對不對 是的 想要念一首 其實是跟在書店 遇到客人相關的 這首叫做 《紅色大衣》 似乎有人為我悲傷 但那是不必要的 因為我已經好了 而且有人在等待我 我不會再出現 也不會再消失了 我永遠穿紅色大衣 永遠不曾看過自己的樣子 然後 這首詩是在講一個人嗎 對 它其實是我在書店工作 遇到的一個客人 那他其實就是 每天那個書店開店的時候 他就進來 然後到關店他才會走 一整天都在這邊 其實我覺得他應該是一個街友 這樣子 然後他在書店裡面 他就是會拿很多書 然後站著一個位置 他就不走了 然後到該吃飯的時候 他其實會去吃飯 吃飯再回來 繼續坐在那位置上 或者是他會亂跑 比方說跑到我們的工作站台的地方 去打電話 他打電話是打給警察 對 就是報警說 好像是有人對他不利 之類的這種感覺 那警察一開始都還是會來受理什麼的 但是到後面因為都知道說 我們店有這樣的一個人 對 所以他們就都習以為常了 是 大概在這間店一年左右的時間 後來他就完全消失了 就再也沒出現了 是 那這又是為什麼 對 就完全不知道 而且到後來 又會有新的一些街友 嗯 他也是這樣子整天在這邊 然後也是晚上就走了這樣子 那他們的生活 到底跟我們的生活有什麼樣的差異 對 其實我真的很想要 那一年之後消失了 他又去哪裡 很想要跟蹤他們 我都想說 我應該趁一天休假的時候 我就跟蹤他們 嗯 看一下他們晚上到底都去哪裡 是 其實可以讓你去想說 那你自己的生活 跟他們的生活 到底有什麼樣的差異 嗯 這蠻有趣的地方 是 好 果然是詩人 都會有一些很詩意的想像 對 我其實也會在書店看到這些人 嗯 然後我都會覺得 其實他們就在書店的一角 然後拿著一本書 不管他有看或者是沒有看 他其實也只需要一個安靜的地方 讓他好好待著 然後他 對 安穩在那個角落 我也會覺得 這樣還蠻好的 對 博瑄 請 請問你要唸什麼詩給我們聽呢 我要唸一首叫做 《復生如止》 好 它是寫關於父親的 也關於母親的 嗯 他挽著我們的肩 笑咒 像一張羊皮紙 我們辨識那些字跡 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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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他退到後方 久久不再突圍而出 我們用印刷的字 討論關於他的事情 以及他的 這首是 這首是 因為我的父親 我爸爸是一個非常親切的人 然後他都會 他就是 他笑起來的時候 他臉上那個魚尾紋 跟他的那個法令紋 就非常非常的深 他就是一個很習慣笑的人 笑紋就是點滿這樣子 然後 但是他又是一個其實在家裡畫也不多的人 他就是都很耐心 然後我媽媽很囉嗦嘛 然後他就會都會耐心在旁邊 聽聽聽聽就這樣子 然後 有一次 有一年我就特別突然感覺到說 我跟父親 爸爸好像滿久沒有 講電話或者是聊天了 就覺得好像 因為生活的關係 大家彼此分開 我在北部工作 他在家裡 然後 他也不大會主動打電話給我講什麼 這樣 那都是我跟媽媽在講電話 都是在跟他囉嗦 幹嘛幹嘛的這樣 那就覺得說 好像有一些人 或是像有些老朋友 或怎麼樣 你隔了一段時間 你以為他一直會在那邊 你就不用去確認 你都覺得說不用去確認了 他就一直在那邊 但實際上 他是不斷的在老去的 他久久不再突而出 但他其實他也一直在老去 那直到有一天 也許我們只剩下 只能用文字來描述他們 來重新回憶他們 一個恐懼有關 就是因為以前 小時候是給爺爺帶大的 然後他是一個很兇的人 對所有親戚都很兇 就只有對我就是很好這樣子 那但是因為在出來讀書之後 過高中之後 其實大概一年 就跟他見個一兩次面而已 直到有一年就 你知道爺爺就是身體不好了 對 然後再去見他 沒多久爺爺就過世了這樣子 就很緊張說 這些好像一直 因為站在那之前 比較沒有那個就是親戚 這種很親的親人過世的經驗 所以就會覺得說 不敢把一些誰丟在記憶的深處 好像我不用理他 他自己會在那邊永遠活著 但其實不會 大家都有一個時間在那邊 所以我會寫這個是 一方面也是想說 爸爸也老了 一方面也是想說 自己也先說都不要說 最後只剩下文字 只剩下只能用文字來討論他們 其實我真的認真的覺得 有時候詩幫我們濃縮了 然後剪短了一些複雜的情緒 然後放在短短的詩裡面 然後兩行字就可以把好多 複雜的事情講得好簡單 可是他其實 你都要還原他的話又好困難 有人在追求這個境界 你們忽然好安靜 因為通常會被人說看不懂 有人拿到你們的詩 其實說看不懂嗎 會說字有點小 長輩都是這樣 排版上面怎麼那麼空 不硬滿 叫聲音是不是 我把這個東西 就是出現在大家生活中的這個東西 拿來當作詩 代表的是我覺得 其實詩其實它是出現在 所有人的生活當中的 就是像剛剛博瑄講的 我其實都是用很生活化的方式 去寫詩 其實我的句子真的不會很困難